一刀先,一刀到底,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小姐姐实在受不了了,我看完之后也受不了了 因为它隐藏的太深,表面似乎看不到一点蹲迷 只有一刀下去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我不由的又想起了前两天那位卖玉石的大姐 当时大姐说他们几个人合着 6.8个亿还是多少钱弄了一块石头 虽然是免臂,但想必也是个大数目 其实里边什么样,他们心里也没底 听说是切一刀才会知道 有可能翻倍,有可能什么都不是 但是咱们这个往往切一刀都有东西 绝不可能什么都不是 如果您在家需要修剪指甲 那么我推荐用鹰嘴指甲切 特别是在处理大脚趾指甲的时候 另外就是要注意每天洗脚换袜子 绝不能死啃一双鞋 指甲刀不要毁用 手脚也不能毁用 这样做可以避免很多不需要的麻烦 如果您还没有一套自己专属的精美的修甲工具 那么我的主要橱窗已经为您准备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像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处理 会寸步难平 穿高跟鞋更是平静 小哥哥想去踢足球也是不可能 看这块大不大 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弄完之后还会不会长呢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 可以评论区留言 我跟您解答 您以为这块指甲出来之后就完事了吗 肯定不是 还有后续请您耐心看完 喜欢主播的朋友 欢迎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刀线一刀到底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个点了 你睡了吗 没睡的朋友们 来报个大 小姐姐的脚指甲不舒服了 拖了有两周才过来 说是因为工作繁忙 无暇抽身 这个咱们确实能理解 这也算是带伤参加工作 就从这 无论如何 咱得给它弄彻底了 像这种形状 多半是因为指甲剪得不合适 当你剪完指甲的时候 最好磨一磨 不要让它的边角太过锋利 再有就是鞋不合适 或者坐公交车被别人踩了一脚 有的朋友说了 我开车 我从来不坐公交 不坐地铁 那么我只能说 这种风险会降低很多 但是也劝您能够每天洗脚换袜子 做到不死肯一双鞋 另外就是不要踢到铁板 如果你这样做 那么风险会降得更多 而且不要混用指甲刀 特别是手脚不要混用 这东西不要抬着 你不过去 我问你的 我问你 然后我问你 你不问你